洛杉矶华人参政热潮在线 更多高素质且年轻的华人踊跃参政 让选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 华裔律师郑博人日前成立竞选办公室 并正式宣布参选与发表证件 当天与会的支持贵宾众多 包括蒙市市议员黄维刚、刘达强 核桃市市议员林恩成 华裔房地产专业协会前会长吴成元等 我就很谢谢大家来 我是两岁来美国台南来的 那我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 常常觉得华人是一个二等公民 以前当检察官以后也是发觉 华人常常吃亏因为不懂法律 我们大家要记得 这个不是一个华人要攻击华人竞选的时间 华人必须要帮助华人 因为帮忙华人就是帮忙自己 不管说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谢谢 证件部分 郑博人强调 维护治安将是他的首要考量 因为我以前是检察官 我觉得说最重要就是治安 虽然Arcadia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可是一般的华人都知道说 我们被抢得很厉害 最近一个多月以前 有一个小孩子 他们帮派都进到我们城市来 所以治安是最重要的 记者叶洪志 洛杉矶为您报道